今年,科研数据显示 跑步着地方式和跑步创商有密切关系 跑步时,以脚筋或脚前掌着地 受伤风险较全掌着地高 然而,跑手难以单靠自我调节 来准确全掌着地 再者,传统上要测量跑步时着地动作的细节 往往必须动用到昂贵的实验室器床 这个研究开发出能够检测跑步着地模式的感应鞋墊 感应鞋墊在脚筋和第二脊骨位置 安装了一共两个压力感应器 两个感应器连接着微型电脑板 能够与特设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交流资讯 透过量度脚筋和脚前掌在着地时间上的差别 我们就可以分辨跑手 究竟是脚筋着地、全掌着地、还是脚前掌着地 例如,使用脚筋着地的跑手 它们触发脚筋感应器的时间 会比触发脚前掌感应器为早 而使用脚前掌着地的跑手 触发两个感应器的先后次序就会调转 我们利用先进的动作分析系统去计算 全掌着地跑手 同时触发两个感应器的最大时间差 感应鞋墊的成本 只是现有实验室检测仪器的万分之一 但是它的准确度 就达到目前黄金标准检测方法的八成 我们的感应鞋墊 在任何环境空间下 都可以透过流动通讯器材 为使用者提供实时资讯 以及持续量度 感应鞋墊以三为打印技术製作 具不同层次的硬度 令双脚感到舒适之余 更可以保护鞋墊内部的电子结构 近年跑步爱好者的人数增长迅速 这个感应鞋墊正好应用在预防跑步受伤 以及康复治疗上 跑手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利用感应鞋墊进行生理回归训练 针对改善跑制 康复中的跑手 更可以利用感应鞋墊减少跑步时 身体特定部位的负荷 令它们达到最理想的跑步着地模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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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